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函数中出现了两个点 又多了一条线 原来这就是两个点的切线 那我要怎么知道这条线有多些呢 哦 对应的X Y出现了 原来是透过两点X Y的距离比例关系来判断 那比例和斜线有什么关系呢 咦 这条线怎么变更斜了 变斜的同时两点X的距离变小了 但是Y却没变 看到公式中的分母 放着X的差 所以X距离变小 相对的分母也一起变小了 整体的斜率就变大了 线怎么又倒下来了 Y的距离一样没变 但是X间的距离变大了 这代表公式中的分母也一起变大了 相对整体斜率就变小了 我们代入数字看看 原来切线左上到右下的斜率是负的 所以右下到左上是正的咯 嗯 看起来没错 由此可知 我们可以透过斜率来知道切线的走向 但是今天如果我只想要知道这个点的切线斜率呢 我们一样需要建立第二点 产生一条斜线 但我们必须将我们产生的点 与第一个点靠得非常近 什么 有多近 大概就是近到不能再近 近到极限的那种近 用数学表示就是Lame极限X1 趋近X0 这就是微分的概念 我们再把两点放大来看 并带入是子中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Y其实就是将X带入函数F中的结果 所以可以表示成Fx 我们又发现X1其实就是X0加上H距离的值 那公式分母的部分是不是就可以精简成这样 Fx1中的X1也可以精简变成X0加H 这整个式子我们就可以用Fx0来表示 那我今天想要对这个函数做微分 至到每一个位置的斜率呢 Fx等于X平方 所以我们将公式中的F带入后就变成了平方倍 接着将式子拆开 化解一下就可以得出Rx加H 我们前面有讲到 这个H就是极限趋近于X 也就是趋近于0 因此Rx加H就变成了Rx 如此一来我们就知道了Fx等于X平方 微分后会变成Fx等于Rx了 是不是发现微分居然比想象中的简单 有了微分的观念后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有关机器学习中的梯度下降 就不是问题了 我们下期见